Lup Dance 上个视频我在Bianza帮大家炫了一个野花天赋罗 其实我这个酒欧的套餐还包括一杯托斯卡纳本地的红酒呢 这一顿呢咱们真正就是酒足饭饱了 Bianza这个小镇位于西安娜和佛伦萨之间 它被称为是托斯卡纳的理想城镇或者是文艺复兴之城 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被誉为是意大利最美丽的小镇之一 所以你来到这儿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瞬间回到了古代的欧洲 但是这个Title一大堆风景又这么优美 既不缺古迹又不缺故事的小镇 它竟然没有通火车 所以想来的话你就要自驾或者是包车 要么你就是腿着来 我作为大家的互联网腿题 今天呢我就帮大家代逛一下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Bianza的历史 在1462年之前这个小镇呢只不过是一个叫做Cofsignano的一个小村庄 1405年这里有一位天选之子叫做Biclomini出生了 53年之后呢他成为了教皇庇护二世 那这位教皇呢虽然工作繁忙 但他也心系家乡建设 在他的亲自独处之下 这个古老又有一些衰败的村庄 被建造成了一座新的理想城市 融合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元素 那这些建筑和街道的设计在当时都是相当炸裂的 教皇庇护二世在世期间呢这个小镇就改名叫了Bianza 意思呢就是庇护之城 这个镇上最知名的建筑呢就是Bianza的主教堂 它就坐落在这个主广场上 以其优雅的立面和华丽的内部装饰而闻名 今天呢还有一位街头艺人在为大家演唱歌剧 那这个广场上的这个web真是非常的 嗯 等风造极了 除了历史建筑之外呢 Bianza的自然风光也是不复盛名啊 从小镇上各种角度向远处望去呢 你都能发现托斯卡那乡村的美景 所以这里也成为了一些骑行者非常青睐的一个地方 Bianza这里的农业和手工业也都是可以的 所以呢镇子上的小店都非常的好逛 总之Bianza是一座非常迷人的托斯卡那小镇 总之Bianza是一座非常迷人的托斯卡那小镇 你会观察到本地人市井的生活 这种没有攻击性的烟火器会让旅途中的你感到 就为的平静 好了 我是在意大利生活跟学习的戴玲 我在托斯卡那等你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